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朝更是统一了多民族 创建并推行了满洲文字 使得大量的文献被记录保存了下来 更重要的是 辉广玉米白鼠等农作物后 食物产量暴增 人口也达到了惊人的4亿人 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其他的贡献 清朝赶走俄国后 两国在尼布楚边界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有意思的是 当时俄国代表狮子大 开口 坚持要以黑龙将来划分底盘 结果 清朝直接在边境召集了一支数量达万人的军队 就是明白地告诉你 如果不同意 那我们就开战 俄国没办法只能签下了这份条约 解决了俄国这个让人头疼的边境对手后 清朝就开始一门心思地对付大国 之前不敢打是怕俄国在中间趁火打劫 所以 只能主动割仗出一部分领土来示好 不过这个现象随着清朝军事实力的增强 尤其是到了乾隆时期 天平慢慢就到向了清朝这一边 这个时候的清朝 已经不需要过多考虑俄国会带来的影响了 所以说 拳头才适应道理 其他的都是瞎扯 清朝和准德尔来来回回打了几十年 从西藏到青海 从康熙到雍正 清朝算是彻底收回了自己西北边界的掌控权 这个时候的清朝人口和国力都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位 要钱有钱 要兵有兵 可惜这样的现象也只是维持了几十年 随着辛亥革命的暴发 强大的清朝好像一夜间就成了纸老虎 一触即破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改朝换代都会伴随大规模人口减少 三国时期尤为夸张 几乎减少了四分之三的人口 但清朝灭亡的时候却没有太大的动静 而且让人有种理当如此的感觉 以当时四亿人口的基数来看 战争所带来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也算晚清政府给后来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晚清即将倒塌的时候 没有选择与 革命军死祸到底 继位后来的国共之战留下了很好的先例 也为之后的抗日战争留下了一份火种 如果当时和革命军彻底打起来 当时的人口得减少多少 小米加步枪一直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看点 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深刻理解当时抗战的艰苦和来之不易 但反过来一想 如果没有那么多英烈的前仆后继 真靠小米加步枪能打赢吗 中国的优良传统其中之一 就是会继承历史上一些可以引 以维建的经历 尤其善于学习 清朝灭亡之后 中国人屠杀中国人的现象就彻底消失了 哪怕打敌再激烈 也会尽量保证不伤到平民 现在中国的国家地位 更多的是靠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大基数撑起来的 制造业大国最开始的基础是什么 是人 我们不应该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去贸然地评价一段历史 因为我们不曾处在当时的环境 是非公国不多说 恨也好 爱也好 都尽量保持客观地去看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